歷經12天的單車環島,新北市康橋中學131位學生 4月29日完成環台之旅,家長和學生相擁而氣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我在這段過程中看到同學互相發發 然後看到所有班級、團結跟那樣的毅力 然後讓我有重力想要再繼續撐完 然後讓我有重力,就是讓我自己知道以後我做什麼事情都不會很困難 整個環台的過程中,令我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們搜查的行程 當天天氣非常的不好,下雨又刮風 同學們能夠克服所有的困難,把生理上的痛苦 能夠在關門不到兩個小時之內,能夠從公頂搜查成功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,我們以它為傲 高一的學生在完成挑戰後,相信未來都來面對困境 聯合報,楊俊傑,新北市